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 COPO28峰會的綠區的現場 在綠區這裡就是進入綠區的 最主要的大門口 現在看起來人是並不多的 而我們再往這邊看 一直從這個大門口過來 我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一些交通工具 而這條就是綠區的最主要的交通感道路 所有的幾乎重要場館 都是沿著這條線去輻射出去的 其實現在看起來人並點照 並不多的是因為今天綠區 只有對藍區 也就是台南區裡面的這些貴賓開放 明天這裡綠區才會正式 對外公眾開放 所有想要來參加氣候峰會 想要來參加周邊活動的民眾 或是媒體或是各樣的NGO 都可以到這邊來參加 你看現在其實已經有一些貴客 現在時間已經快要閉館了 大家會陸陸續續要準備散場 而其實今天 今天其實還是屬於這個大會的階段 從明天開始大會會每天定一個主題 當天的所有的活動 就會圍繞在這個主題上進行 明天是以所謂的健康衛生為主 會有衛生部長級的大會 而且所有的活動都會在討論 所謂的健康跟衛生 而事實上今天其實在這個大會現場 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消息傳出 那就是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他今天來到COP28的時候 他宣布美國將提供 綠色氣候基金 30億美元的金額 這折合台幣大概是937億台幣 這些錢將會用在所謂的 綠色的能源發展上 還有要幫助一些 容易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國家 這樣舉動就被外媒解讀說 是美國想要試圖奪回在氣候峰會上的話語權 因為先前在這個損失損害賠償基金上 美國只願意捐1750萬美元 就被罵爆說真的太少了 如果現在有任何消息傳出 我們會持續為你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